這次我們要介紹五大特色居酒屋 首先第一將我們來到來自大阪的田中炸串物 田中串燒六本物SET 這就是祕傳的醬汁啦 先來吃一串這個炸的起司 好好吃喔 它的起司超濃然後外面很酥脆裡面很軟 超香的 這串牛肉真的超好吃的 它比炸的金黃酥脆 搭配用田中的酸酸甜甜的醬汁 真的是太棒了 我們今天要吃燒鳥專門店鳥貴族 我們的串燒全部都上菜啦 招牌的雞肉串燒 我覺得它這個雞肉烤的還蠻入味特殊的醬汁 甜甜鹹鹹的 然後再配上這個蔥吃起來脆脆香香的 來試吃一下烤雞乾吧 這吃起來像台灣的很乾 然後加上口口醬 喜歡吃內臟的人會喜歡這道喔 這次介紹我們家的餐廳各有特色 由於店不是多喔 價格也不會 所以SINCE 然後我們為什麼不想找餐廳的客人來喔 我現在要來吃的是 走田農場 這家G9屋它有提供中英文菜單喔 表現中華還蠻日式的 而且裡面空間很明亮寬敞 我們現在吃的是九州醬油雞胸肉片 在台灣其實比較難吃到 就是生的雞胸烏肉 吃起來也口感有點像生魚片 然後加上比較甜甜的醬油 我覺得是非常漂亮的 我們來試吃一下這個 來自宮崎縣的雞肉 吃的這道南蛮雞通常會配上塔塔醬 那它雞肉炸的肉汁非常的多 然後加上甜甜的塔塔醬 這樣吃起來相當爽口喔 現在到了燈店宿超多的漁民 既然就看到這個菜單 有吃這種魚也可以選擇 然後還有中文的喔 還不錯耶 它那個 那是醬油味吧 十足 然後看到它 油油亮亮的有沒有 就是整個麵吃起來香香的 還不錯喔 蠻推的 試吃一下這個蝦吧 哇 大尾了 來囉 蝦子還算蠻鮮甜的耶 還不錯 然後這個 頭裡面的味道也是充滿了海洋的感覺喔 這一家是有現撈海鮮的雞丸水產 現在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準備了烤盤 你要自己烤那些貝類魚類的 現在吃吃看這個烤蟹黃吧 這道家好吃 它那個蟹黃的味道啊 很鮮甜 蟹膏還蠻濃厚 這次要加一下比較不同的這個 海帶醬 還蠻鮮甜的 不會有太多的腥味 好吃 好吃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各有特色的大居酒屋 下次來日本播放來吃吃看吧 我是偉恩 我是寶波 那下次見 掰掰 掰掰